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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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yo! Hello everyone! 這裡是V字的安排 我是布拉空的好朋友 台灣最早休息阿力 那今天呢 又回到了阿力的工作室 那今天要介紹一組很特殊的神像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一樣 不免俗的跟大家提倡一下 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影片喔 Let's go 好的 我們現在看到呢 就是這一組神像三尊 這三尊呢 中間的是城隍爺 還有我們大鷹跟鷹 大鷹大家都還蠻熟悉的啦 然後這一尊城隍爺呢 它是來自於金門的城隍爺 所以呢 它後面有寫著 武島城隍賢右伯 阿力之前呢 有說過在城隍爺信仰裡面 其實它的分值還蠻清楚的 威靈宮啊 賢右伯之類 它們就是有不一樣的職稱 啊 它這村呢 它寫的是武島城隍賢右伯 所以就是代表說它的職位在於現城隍的職位 因為它寫右伯 這一尊 應該說這三尊啊 來到阿力的工作室 它主要就是要來修復的嘛 那一樣它 原本還有蠻多的烈化狀況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大鷹啊 它已經是完成的狀態 然後中間這一尊呢 目前它的狀態 現在影片看到的狀態是修到一半 它原本的彩繪加固做完了 然後一些填補也做完了 剩下最後的一個步驟就是全射 然後最後阿力還會幫它把 鬍鬚啊 再順一下 它鬍鬚目前狀態是非常好的 算還不錯 只是 有一點乾燥而已 所以呢 阿力的成像保養 要再講一次 毛髮 它這種自然的 偶爾也是要上檢油 讓它滋潤滋潤 那目前這兩尊的臉 它 這應該說這三尊的臉 目前都還OK 所以 也剛有做完全射 所以阿力就不上瘋蠟 因為它剛做完全射 等它再過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建議再上瘋蠟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阿力呢 我們立志堂天台最近呢 為了要 因應廣大的 就是 粉絲們的要求啦 就是 蠻多人的問我說阿力 要封蠟要怎麼買 要去哪裡買 所以呢 阿力過一陣子 會來做出 我們立志堂天台的特調封蠟 所以 敬請期待 好 那 這三尊它其實蠻有趣的 它這一尊 陳皇爺 因為 主家跟我講這一尊 是他 爸爸 以前在當兵的時候 在金門當兵 在那邊站到 它是撿到的 然後 其實它蠻可愛的 它其實不大尊 蠻可愛的 啊 它 身上呢 這些啊 線啊 什麼的也都 粗水啊粗水啦 但是它 還是一樣做的是 以七線為主 這尊的鐵台是 大手排的鐵台 那當時候阿力去到那邊 邀請這三尊回來修復的時候 阿力看到這三尊就覺得 嗯 這三尊 它同一組這樣敗 可是為什麼 照相 的流派有點不一樣 而且工藝也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後來 一問才知道 喔原來 這尊 找到了 他爸爸又在金門 找師傅 然後再多增加了這兩尊 所以 認真說的 他三尊是 一尊 但是 它是不一樣的 就是因為不一樣的 師傅 還不一樣的 所以 這兩尊一看 其實我們很認真的看一下 這兩尊一看 他一看就知道 這種照相 這個大利亞的照相 體態和民怒 跟我們台灣本土的就不一樣 他其實比較偏 其實金門媽祖那邊 他們的做法比較像這樣 啊他的鐵台有比較偏像 鋪球派 比較像福州派一點 啊中間這一尊呢 他又比較像全州派 所以就蠻有趣的 所以鋪起來 一眼就可以看出 他是沒有鋪走的 那這一尊城隍也其實 蠻有趣的是 我們在修復的時候 有發現 他其實 有紅頂粉過 頂一手的頂粉的時候 他不把他原本的蓋掉 他是做覆蓋 所以他 很標準的 全州派做法 有披麻布 也有 那個蓋蒙爪 啊 下面的彩繪層 EC還看得到 啊 啊你就跟 主角說 既然一定會滾 我們也不要把它蓋掉 因為這也是他的歷史痕跡 那我們就把它保留 那我們把它 撬起來的這些漆面啊 或者是 不見的這些小 小裂痕 小裂縫小洞 小洞洞全部補起來 然後 我們就直接這樣做修復 就好 不要再把它蓋擦 我們就把它保留 啊 把它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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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抖過 或是以前的 或是原本的 都把它撈在裡面 這樣 他以後 他不會在建構上 才會比較完整 那這一尊城隍爺 其實剛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看他的手 他的手現在是 填補過的狀態 因為他原本呢 是一道很深很深很深的裂痕 嘿 大概寬度大概有 3mm 3mm到4mm這麼寬的裂痕 然後我們就把它填補起來 齁 不要讓他說 我們一順金身手 把它翻掉 才粒一順這樣 所以我們有把它做填補 那之後等於 阿力又把它做全色 然後 然後 阿力做全色的原則啦 其實不會整身把它插成那麼深的 我的做全色的原則就是 他原本 旁邊是怎樣的顏色 我就這樣去順 我不會說 喔 他以外原本的紅色 我把它插成大紅色 不會啦 因為他以外也是原本的稍微黑黑 我就把它做給稍微黑黑 這樣才是保留他最原本的那種狀態啊 所以 我們 可以看這一尊 他其實扶手 阿力已經有小小全色過 他其實原本扶手應該是屬於大紅色 但是 大紅色 表面有一些油煙的狀態 或有一些漲火狀態 阿力就想說 嗯 那我們不要把它做得像全新的大紅色 我就一樣把它做得像 這樣子舊舊的 比如說 我們看它的後面 這邊就 一點一點一點小一點的 那有的人在做法就是說 哦 我現在要這麼快的就是 尾片要把它插起來 然後再去畫虎斑 但我覺得我不喜歡這樣子做 所以我都會這樣一點一點慢慢去捲 啊這樣做 其實說到攤貝的看起來 要這樣看起來 要插的所在沒很多 但是這樣 就是比較耗心力 因為我每一個小點 都要去順它旁邊的顏色 啊因為每一個點旁邊的顏色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機會就是畫一個點 顏色再重調一次 畫一個點顏色再重調一次 所以 這樣 會做法比我整個月 常來的做法來說 這樣大概要花三部的時間 但我喜歡這樣子做 嗯 這樣子做卻是 能盡可能保留它原有的味道 跟原有的資訊的一個方式 啊這幾尊其實它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就是 它其實它的矢底底做那種稍微 邊邊有稍微碳化的狀況 我就沒有來冰刀 就稍微去給大家看 根據我剛主要討論的是 因為他們當初他們爸爸站在那裡 那時候還在做冰 然後站在那裡做冰的時候 他們就是 敗在碉堡裡面 那可能就是因為太過潮濕 所以矢底有稍微吸氣那麼重 啊在那個地方 像... 麵刀坦白的 那個年代沒有什麼廚師機 當然土法煉鋼會用什麼 用火下去 啊用火下去下去就會導致 它裡面有些個底座啦 它打底座而已 就有些個碳化的狀況 因為它 室渡從這裡起來嘛 所以裡面就感動 啊所以就放用火在那裡嚇 所以就有些個碳化的狀況 嘿 那就是 每一尊神像有每一尊神像過程 它的歷史過程啦 它這三尊的歷史過程就是這樣啦 這三尊呢 其實它做完 啊你也很希望說 可以讓主家可以開開心心 啊這三尊不是收藏品喔 這三尊目前還在拜 他們還在拜 他們送來阿力這邊修復的時候呢 它是不退心的 它是沒退省的 它是沒退省的 它這部就是 尖廟 要跟神皇爺講 要來倒閉 然後 也跟神皇爺寶筊 說可以 我想用什麼角度跟什麼工法去修復它 啊你的寶筊 陳皇爺也對阿力很信任 你就說 就看我怎麼處理都沒關係 當然我們也不可以讓陳皇爺失望囉 啊我們就盡量把它做好圓圓 啊阿力在做任何神像修復其實都有一個習性啦 我做神明的金身手後 所以我都會習慣說 拿筊子拿起來 阿就給我問問 阿這樣你有沒有不可以 這樣可不可以 或者是我今天要做一個動作 我還是有可能會問他說 我接下來要做什麼樣的工序 阿可能會用到什麼 阿你一天接受感不行 因為畢竟委託我就是主角 但是我們司座的對象是他們 所以我在做神像修復一切都還是說 我如果任何說我做得好 心面對會給我保證 這是我一直以來秉持的一個信念 那現在呢阿力呢 接下來最後的工作就是要把 陳皇爺最後的全色給完成 那在影片的最後呢 阿力會把修復前跟修復後的照片呢 呈現出來讓大家可以看出 兩者的差異到哪邊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來做最後的工作 就是全色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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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開心呢 來到阿力的工作室 來拍這一次的影片 就是修復過程 那阿力呢 也不吝嗇啦 我們 靜陽堂 靜陽文化有做這種小生意 我這一次就拿出十個 提供十個 來給大家抽獎 那規則呢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有訂閱過的 你同樣你把訂閱的畫面截圖起來 然後記得要在影片下方留言一次 我們YouTube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再把你的訂閱畫面截圖 放在我們的FB粉絲專頁那邊留言 說你已訂閱 然後我們會去抓 這些就是留言 跟抓 你是否有在我們的粉絲頁 追蹤 我們會去抓 然後 Youtube呢 一樣 Youtube有留言的 我們也是抓五個 然後 粉絲頁這邊我們也是抓五個 所以你就是有兩次機會阿 阿就是拚看看 再拚看看 這一次拿十個 阿以後呢 不定期的就會 做出這些 抽獎活動 來回饋粉絲 那請大家多多關注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那最後 還是一樣 希望大家 按讚訂閱加分享 阿如果 想要抽小禮物的 這些動作 全部都要做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然後幫阿力分享 多多推廣 那 一直在安排 謝謝大家 See you 啊 DID DO